元宵节都有哪些小知识呢 在古代它算是个大节 叫上元 所谓上元中元下元都是道教的说法 上元正月十五是天官赐福 中元七月十五叫地官赦罪 下元十月十五是水官解恶 三者之中上元最是普天同庆 上元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 绝不是吃元宵 吃元宵是宋朝以后才有的习俗 上元节有另外两大好处 第一个好处是点花灯 第二个好处是不宵禁 这两个好处在今天没有什么意义 在古代可不同寻常 古代没有路灯没有霓虹灯 晚上照明就靠月亮 只有上元节前后 从官府到商家再到私人 家家举火互互点灯 一下子把夜空照亮 这是平时看不到的景象 另外中国古代一直实行宵禁政策 一到晚上大家都得规规矩矩待在家里 街上黑灯瞎火冷冷清清 还有静无畏监督执行 谁要是不回家就抓起来 只有上元节这几天会解除宵禁 让大家出来赏灯 这样一来上至达官贵人 下至平民百姓 家家户户老老少少 男男女女 在上元节的晚上都涌上街头 所以上元节又是中国的狂欢节 也是中国情人节 因为元宵节由于开尽 街上人流如枝 男女可以相遇 给未婚男女相识提供了一个机会 易于产生爱情 古代诗词中就有不少描写 元宵节情人相会的场景 比如北宋欧阳修的生渣子元熙 去年元月时 花式灯如皱 月上柳梢头 人曰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 月雨灯依旧 不见去年人 泪诗春山秀